最近中国真的是没有钱了 为什么呢 武汉政府居然罕见的开出了所谓的催债名单 各位你去想想看 过去的政府是高高在上的 怎么会现在直接出来要催债呢 而且这个催债呢 你说里面很多钱吗 其实也还好 大概就三亿人民币左右 结果一招 招了259家 这个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其实过去三四个月以来 我们一直跟各位追踪 包括了整个经济的状况 包括了获利的状况 电动车的状况 手机的状况 中国的经济现在有点摇摇摆摆了 而在整个上个礼拜 最重要的是 连中国的所谓的三大电信公司 都要变相减薪的时候 最可以确定 第一个 他们目前的地方政府 是真的没有钱了 那没有钱很简单嘛 没有钱的话 其实就是四个字 开源跟节流 所以去讨债 这个算是一种开源 这算是一种开源 那现在更好笑的是 中国现在真的没有钱 后面想一想 头皮抓一抓之后 过去一带一路 我们全世界撒了很多钱 那撒了这么多钱 现在可不可以去把它给要回来呢 可是呢 在我们过去金融业 在我们过去金融业 有一句话 银行呢 什么时候借你雨伞呢 天气好的时候借你雨伞 什么时候会跟你收伞呢 下雨天的时候会跟你收伞 所以现在 这样那个 因为一带一路很多国家 其实他们都蛮穷的 对 巴基斯坦 肯尼亚 辽国 蒙古 上比亚等等十几个穷困国家 这些都要还钱 然后现在呢 到底要还或不还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但刚才呢 其实摩尼有谈论到 目前云南在猜所谓的清真室 对不对 我仔细去看一下 其实那些清真室啊 都在市中心 土地其实很值钱 那当然呢 现在他们就是要土地要做活化 原来如此 要把土地做活化 好 各位 整个人民连信仰的 所谓的自由都没有 对不对 可是我们来看当高干 真是开心 最近呢 有一个中国的一个高干 叫左国洞 这个左国洞呢 据传呢 白天哦 他每天都是穿着这种 所谓的厅长服哦 他们中国大陆 共青团有那种厅长服 然后到各地区之后呢 他每天都是眉头伸索这样 据传他每天白天都忧国忧民 想不到呢 白天 只限白天 白天忧国忧民 但是晚上呢 美女如云 为什么呢 最近呢 他们就有一张图 跑出来之后呢 想不到呢 这位年轻有为的高干 居然旁边有多名女子 在做整个 喝酒啦 唱歌啦 玩骰钟啦 等等的 所以呢 只能再跟各位说一句 在中国当官真好 但现在中国的经济往下走 现在呢 各地都在要钱 要得到 要不到是一回事 今天小米又开出了 最新的一个公告 营收又往下衰退了19% 目前的中国的整个经济状况 可能是断崖式的往下 断崖式的 雪崩式的下滑 嗯 就是中国现在的状况 看到这个中国最近的新闻 传政府遇猜清真室 云南伊斯兰教徒还有景 爆冲突哦 你看又来了 他们还要猜这些宗教的 寺庙也好 教堂什么的 非常可怕 你看 网路流传哦 云南沈玉西市 通海县哦 那股回族自治乡政府 在27日派人强拆 公共的宗教习大帝 没错 你看 我们再来看一个华尔街日报哦 你看 习近平选接班人 如清代秘密建筑 哎 都什么时代啦 在正大光明匾的后面 藏了 没错啊 还在秘密建筑 真的是太可怕了 恐埋政变危机 那是一定的啊 哎 这个秘密建筑 那正大光明匾后面 大家都 各个妃子都会跑去那边偷看 到底是谁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个也 不用 这个不用怀疑 也不用惊讶啦 因为习近平 就把自己当皇帝啊 对 对不对 他不叫习近平 他在习皇帝 对不对 那他改 他修改宪法 取消连任的这个制度 那就代表说 哎 永久 他的这个绅士 就可以永流传 他就永远的皇帝 英文的皇帝 所以其实中国 现在已经变成帝制化了啦 不用说什么几年几年 要换人 他就是帝制化 他就想当永远的皇帝 而且历史上 皇帝选任这个接班人 哎 哪一个不是独自 独自决定的 对 对不对 那现在是不是习近平自己决定 你自己要做多久 爱做多久就做多久 对不对 这不是习近平的风格吗 对不对 这本来就不是民主 这是帝制嘛 而且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 强拆清真事 他其实就是一个中国化的表现 这个中国进行非常久 你看把汉人移民过去 然后再教育营 压制母语 这种问题 而且还要改学汉语 当时候是不是还请新疆那边的 对不对 再教育营 然后压制母语等等 这一些 只有中国做得出来 所以呢 刚刚还包括这个压抑宗教 所以宗教是许多民族最重要的文化 你看很多 你看像我们台湾 几月三家山祖 这一些的 这对穆斯林是很大的羞辱 可是这个真的 对穆斯林真的 智琳姐姐你讲的没有错 这真的对穆斯林是非常非常大的羞辱 他们拥有自己的文化内涵 拥有自己的母语 拥有自己的族群文化 但是 现在什么都没有 就是因为习近平的帝制 习近平把他自己当作是皇帝 其他的你都不能拥有 你只能听我的话 你只能信我的教 讲我的语言 其他你们的母语都不准讲 而且你们要念习思想 你知道习近平真的想当皇帝 他把自己当皇帝已经 已经真的是内化了 所以我们之前 敏宽不是也有跟大家讲吗 就他不是办那个中亚会议 哇 搞得像唐朝 哇 我唐太重了 哇 你们大家蛮夷之邦 通通都来朝这样 这有够恶心的 什么年代了 然后还幻想自己是个皇帝 然后呢 清典接班人 接班人还真的要藏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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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大光明匾额后面 你以为你雍正 受不了 中国真的很棒 他们地表上面也骗 也偷东西 地表下面人家的乘船 他们也要偷 就是他们真的偷上瘾了 无所不偷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一次在中国炸锅的这件事情 还挺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的炸锅 第一个 把中国国家的工程院的面子都卖了 先来跟各位简单说一下 来龙去卖 之前中国的晶片就被卡脖子 那卡脖子完之后 他们就说 哎呀 我们不能永远都被卡脖子 我们不是首科吗 所以中国的所谓的国家科学院 他们那时候就说拜托 有没有哪一家公司可以出来帮中国出谋划策 这四个字很重要 解决中国的晶片问题 那时候深圳有一家公司 就叫做所谓的厂商叫宝德 宝德就出了一款晶片叫做Powerchip 那Powerchip Power是我们台湾翻成力量 中国人他们就说 哎呀这样不夠派 我们叫爆心 厉害吧 听起来很威 所以这款自研的X86的架构的整个处理器 叫爆心 那爆心呢 最近现身在整个所谓的跑分库当中呢 发现大家一看 哎奇怪了 这一款晶片怎么看都怪怪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跑出来的效能 居然跟Intel自己所开出来的效能 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 据传呢 这一款爆心呢 在全中国订单已经超过150万份了 然后大家就说 不行 一定要好好的来研究看看 然后就把它拿来研究之后 惨了 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他们就把Intel之前的雷射标磨掉 然后呢贴上自己的标 然后贴上自己的标就说说 这个是我们中国做的 我们好棒棒 但重点是 你拿了中国政府的补助 然后政府补助完之后呢 现在工程院的整个这些所谓的院士们 跟你拍胸脯 拍胸脯说 我们现在呢 不会被人家卡脖子了 这家公司帮我们出谋划设 好棒棒 但现在被抓包是Intel的产品 哎这很夸张 是中国的工程院呢 这是官方的 没有错 所以官方就直接 直接偷东西 直接说谎 没有直接把雷射标 这个是很夸张的事情 但重点是他们还可以大张旗鼓 以为不会被发现 后面才发现这种所谓的 宝德的自主开发的 X86的处理器 根本就是所谓的贴牌产品 这个是第一个麻烦 但现在呢 第二个麻烦 我们再说 C919 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中国自制的厉害了 大概在七年前 我到马来西亚去 那时候呢 他们马来西亚当地的人说 哎呀中国现在好厉害啊 你看我们特别帮C919 做的鸡棚都已经做好了 我说 你们马来西亚还帮他们做鸡棚 他说好多一带一路的 都帮他们做好了 到时候只要他们能飞 就能够直接过来了 那他们飞机是半买半送的 结果呢 后面呢 中国他们就说 我们这一台飞机呢 我们的自制率高达91% 哇 讲得很大声 然后讲得很大声完之后呢 后面呢 其实科学家自己说 哎呀没有啦 各位没有那么多啦 其实只有大概60% 是我们自己自制的 结果呢 现在中国之光呢 被葛来仪秀图拆解 整个商业用的919的国外技术 结果这个一拆完之后 我觉得葛来仪也蛮可爱 蛮妙的 直接弄一个飞机 告诉你这个是哪里做的 那个是哪里做的 清清楚楚 然后重点是 阿姬我跟你说 这张图最好笑的 这张图其实最好笑的是 其实中国制的 各位国旗一个 国旗两个 国旗三个 国旗四个 一台飞机这么大 只有四个重要的地方 是中国制的 而且这些中国制的地方 都不是最重要的地方 飞机其实最重要 包括了机壳啦 线控啦 包括了发动机等等 这一台发动机呢 中国一直想要自制 但是一直做不出来 目前是美 法 共同来做的 所以呢 葛来仪秀珠这张图来之后 现在这个要怎么办呢 但现在呢 直接打脸耶 其实最大的麻烦是 中国各大商业公司 为什么呢 中国各大商业的航空公司呢 现在是战战兢兢的 买了919之后 然后小心的飞 为什么呢 小心的飞 为什么小心的飞呢 因为这一台飞机之前 试飞过很多次 八把出事 还好这次试飞 从整个上海飞到北京 已经顺利的降落了 但我个人认为啦 这台大概以后只能飞中国的国际线 大概没有办法出现在 所谓的外国线当中